配合撞維鄉生命紀念館春祭法會 相公所從3月16日起的每週六日 將提早從早上七點開放生命紀念館 讓鄉親入館祭拜 來方便鄉親並紓解人潮 我們生命紀念館跟法恩堂 在親民的時間 第三月三十號就是拜六那天 有請散會士的法師來這裡 上京上一天來做一個發會 在這裡也要給我們的鄉親 假設當天想要跟先人來這裡拜拜 反應那天在發會時可以來這裡拜拜 再來就是公所在這段時間 十六十七跟三月五十三、五十四 還有三月三十四月四號 這幾個天的時間 就是拜六禮拜這個時間 跟簽名一天 我們納古塔跟生命紀念館 都會提早在早上七點 來做一個開放 讓我們鄉親來做一個吊拜 另外 莊維鄉第一第二公墓的服務員遼闊 拿到二十多公頃 為了讓鄉親有一個安全舒適的掃墓空間 鄉公所除了已經完成除草的工作 並從即日起的週末假期到清明年假 會在公墓入口處設置服務站 提供民眾相關便民服務措施 第一公墓跟第二公墓 希望當中這些金座來做一個回收 由我們公所的請客隊來做一個通行處理 我們在兩個公墓的入口 都會設一個服務台 每天 每天 禮拜六 禮拜天 就是翁三 翁四 還有三十號 還有四月四號 這幾天就是假日 這幾天我們都會提早在七點 派人在做一個基本的服務 鄉公所也提醒 掃墓的民眾 將祭拜祖先的子前集中起來一起焚燒 並呼籲大眾要注意公墓防火安全 宜蘭新聞記者 賴福欣採訪報導